香蕉加蓝莓 建脑功效变大 上班族压力大,经常熬夜,过度劳累会导致记忆力变差,回到家无法放松还会越睡越累 台湾营养师分享,把香蕉和蓝莓二种水果加在一起,能舒缓慢性疲劳,建脑,蓝莓还能帮助血管维持好弹性 香蕉加蓝莓,消除疲劳又建脑 年底到了,你的工作量是不是又开始变大 台湾营养师刘伊丽指出,经常压力大又熬夜,过度劳累会导致白天记忆力不集中,常常望东望西,加上晚上回家无法放松,甚至会越睡越累 他建议,可以将香蕉和蓝莓二种食材一起搭配,就是一道减压,建脑,舒缓慢性疲劳又可以帮助皮肤漂亮的健康饮品 蓝莓活脑固血管,香蕉助免减压 留意里分析,蓝莓的抗氧化,烫发炎的能力很高 近年来很多健康饮食类型会建议选择摄取 例如卖的饮食是结合的中海饮食和的输饮食的饮食形态 其特别建议水果要吃莓果类 其中蓝莓是很好的选择 富含类黄酮素、花青素 可以活化大脑、清除自由肌 增强记忆力和学习力 也能让肌肤循环变好 维持血管良好弹性 让暗沉的肌肤恢复光泽 另外,香蕉具备高甲和丰富的色暗酸 可以帮助熬夜加班的人 稳定血压、降低疲劳感 也可以合成血清素 帮助睡眠及下降压力 减少上班疲劳感 留意里提到 香蕉有丰富水溶性膳食纤维 能助排便和增加饱足感 降低油脂的吸收率 一条中型香蕉就等于一天的水果量 对忙碌的上班族而言 是很优质方便的水果 营养师教你做蓝莓香蕉饮 食材 蓝莓50克 中型香蕉一条 做法 1.蓝莓先用清水浸泡5-10分钟 让农药留在水中 倒掉后再以细流水冲洗10分钟左右 2.选择带褐色斑点的香蕉较香甜 若怕热量太高 可以选择青色香蕉 洗净去皮即可 3.将两种水果放入果汁机加水搅打 因为香蕉浓稠度和甜度都很足够 不需要加糖就很好喝 健康生活编辑部 也不需要加糖 是个小的水果 水果 平均 大小的水果 水果 水果